大家好,我是广广没有想到,把一碗面粉倒进滚烫的开水中 然后再用筷子随便给它嚼几下 出锅以后就是一道大美食,而且做法简单 特别适合早上没有时间做饭的你 首先用一个大一点的碗 再用一个大一点的勺子 然后在碗中加入六勺面粉 这个面粉我们用普通面粉就可以了 不需要用那些高筋的面粉 然后再加入一勺白色的食盐 再用筷子搅拌一下,搅拌均匀 加入食盐是为了给它入下底味 再准备一个盘子,加入等量的清水 再准备一口锅,把清水倒入锅中 再开大火烧开 烧开以后,再把准备好的面粉慢慢给它倒进锅中 我们再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我们先把面粉给它烫一下 烫熟的面粉吃起来会更加的好吃 大家要记住,倒入面粉的时候千万不要关火 用火把面粉给它煮一下,这样吃起来也会更加的好吃 用筷子给它搅拌成面絮状 然后再准备一个大盆 把搅拌的面粉全部给它倒进大盆中 我们再大盆中再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加入食用油,这样揉过的面吃起来会有层次感 然后我们再趁热给它揉搓一下 揉成一个大面团 揉的时候一定要趁热揉 这样揉起来会更加的好揉 一直给它揉成像我们视频中 这样一个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盖上一层保鲜膜 洗面十分钟 把面团洗发一下 趁这个时间我们再来切点葱花 准备一把小葱,我们给它切一下 切的时候尽量给它切的碎一点 不要切的太大 葱花全部切好以后 再把它放入碗中 再加入一百粒白色的食盐 再加入两大勺五香粉 这个一定要多一点,会更加的香 最后再加入一勺面粉 淋入烧开的热油激发出食材中的香味 我们用开的把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这样一个非常香的油酥就调了 先给它放一边备用 十分钟以后我们的面团已经醒发好了 我们再把面团给它拿出来 拿出来的面团放在板上 我们先用手给它揉搓一下 再给它揉搓一个长条 再从中间一分为二 然后再用手给它扯一下 这样在揉搓长条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 长条揉搓好以后 我们再把面团给它切一下 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机子 再把摁准备好的小面剂 给它放上来 用手按压一下,按扁 再把小油指甲的擀面杖拿出来 用擀面杖给它擀一下 给它擀成一个长毛巾的面片 擀成我们视频中这样的就可以了 再把我们挑的油酥 均匀的给它铺在这个面片上面 只要给它屏固在面片中间就可以了 四周不要给它屏固到 像我们视频中这样就行了 然后再从一边慢慢的把它卷起来 面片卷起的时候 要从一头慢慢的往里面卷 最后的这个小尾巴 我们给它放到面剂子下面 弄好以后我们再用手给它按压一下 按扁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擀面杖了 直接用手按扁就行了 尽量给它按的薄一点点 破了都没有关系 破了说明更加的好吃 全部给它链成像我们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一个漂亮的饼皮就做好了 然后再把表面沾点水 再沾上一层黑白芝麻 两面都要沾上 这样会更加的好吃 电饼蛋入热刷油 油不需要太多 再把我们做好的饼坯 一个一个的给它放到电饼当里面 然后把电饼当的盖子 我们给它盖上来 开上下火 用中小火慢慢的烙 5分钟时间到了以后 我们打开锅盖 再把饼给它翻一个面 把饼的另一面也给它烙至一下 然后盖上盖子再接着烙 一直把我们的饼给它烙至两面金黄 中途要记得多翻几字面 好了时间到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饼是不是特别的漂亮 这样一个轻轻松松 简简单单的蓝早餐饼就做好了 我们这样做出来的饼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金黄金黄的 关键是做法特别的简单 特别适合早上没有时间做饭的朋友 我们加入了五香粉还有葱 吃起来也是葱香味浓郁 早上的时候配着一碗粥或者是牛奶吃 别提有多香了 而且我们这样做的饼是烫面的 特别的好消化 这块饼大人小孩都爱吃 我们也可以给它做的薄一点 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香 如果你也喜欢 就收到你来试一下吧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帮忙点个赞 展发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